蔡董,我們在過去曾經有一期封面做過 你在蔡國強的金門碉堡美術館的作品 那個作品的封面是一個 那個碉堡裡面蔡公的像面對 背對著觀眾事實上面對 我們當時就有很多讀者 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歷史 就會問這是什麼人 我想是不是先可以談一下 我知道你以前是從馬來西亞來的 你小時候所聽到的蔡公是一個什麼樣的印象 其實蠻模糊的 就是我的父親那輩的人 應該是 大概是他 2020年代那種貧窮的原因移民到南洋區那一大批 那他們其實是還有鄉愁的 對中國 所以我父親我記得印象很深刻是 他55歲的時候 然後馬來西亞的政府 允許55歲的年齡的人回去探親 當時大馬還是反共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父親一到55歲就飛奔過去了 就回去了 好像是碰到文革前後 那個時局是非常緊張的 可是他還是跑去了 所以我感覺到那種鄉愁是很強烈的 那他們嘴裡面 我大概聽到什麼毛啊 講啊 都是他們那種 有一點年齡的人在聊到的時候 彈出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因為我們的教育不太一樣 可是呢 你總是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是從次文化來的 電影啦 特別是電影 所以 那我們會看到 台灣的那種愛國電影 反共電影 都會碰到 反日電影也蠻多的 反共電影倒是沒有 因為這個牽扯到比較敏感的政治議題 就沒有了 可是我來到台灣 我印象好深是 來讀大學 一批喬生過來 第一個晚上住在喬光堂 在走廊上就看到那個電視在播 一個反共劇 是耳目一新 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這什麼東西 這麼激情 這樣一個電視劇 當時 那個 兩邊的政治還是很緊張的 所以 所以 逐漸這個人物就比較 我們要讀三民主義 就讀大學 過負思想 我是因為要考連考 重考 等於是我來台灣考連考 要進大學 所以我必須要死倍三民主義 突然間這個人物就比較鮮明 你覺得好像很多思想 行為 社會的整個氣氛都是被這個 這個 這個 老先生控制住的 所以 我自己對政治不太敏感 可是總覺得 但後來講公 我來的時候講公已經不在 講經過 去世 解嚴 開放 那 我那個作品為什麼用講公呢 我總覺得說大家心裡面還是有很多的這種 莫名其妙的壓抑 限制 不是一下就可以改變的 解脫的 所以我到了 我的作品又比較的那種 希望找更大的自由 包括陳述的議題可以更大的自由 尺度 所以我後來拍《天滅一朵雲》 我是先拍《天滅一朵雲》 才做蔡國強的那個邀請這樣子 那《天滅一朵雲》裡面用到一個蠻具象的一個影像 是 故宮的蔣公 童像 跳舞的那個 那我是聽說那個童像當時是扁政府時代 要把它移掉了 所以 這些都是現實 是真的發生過的 在移掉之前我就來搶牌一個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很符號性 一個時代 可是你在每一個世代的人在解讀這個符號 不太一樣了 到了《更新一代》 我覺得它其實就是一個 怎麼講呢 只是一個歷史的痕跡吧 所以我就有一點點用那個歌舞 我覺得要解放這些 想要解放這些 以前控制我們的這些象徵符號這樣子 所以就唱了一首那種流行流行 popular song這樣子 對著它唱 而且請演員抱著它的腿 有一點 你說它調侃也不是 我覺得就是 但是有時候把這個童像當成一個比較 那叫什麼 擰人化的方式 不是擰神化的方式 回到做一個人 他也會寂寞 也需要愛那個概念去處理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畫面都會想 好 那到底觀眾想什麼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的出發點是這樣 慢慢我又覺得說 我對講功同向是很有興趣的其實 我記得我有一次 緊接著我就去很多大學演講了 有一次被中央大學請去課作 給學生上課 上學期的課 我那一課 那個課也是因緣際會 因為我不準備教材 我就是到現場觀察 我可以給學生帶來什麼互動 結果我剛好去的時候 他們說他們那個學校 中央大學是以前叫中正大學 是蔣公是名譽校長 那邊很必然有一個蔣公同向 聽說那個同向被砍頭了 頭被鋸了 我特別有興趣聽到這個消息 是在台灣 在台灣在中央大學 不是不是 在台灣 那誰砍了他頭呢 當然也牽扯到政治的一些議題 那新聞是很低調處理這個新聞 當時我記得 2008年、2009年 大概那個時候 不 也是2007年以前 應該是2006年 天邊一輪之後 發生了蔣公頭被鋸了 那時候一直在講 遷移蔣公的同向 所以很多蔣公同向都被移到了 被收藏到那個桃園的一個紀念公園裡面去 那我就在中央大學上了一學期的課 都在講蔣公同向 比如說有靈異事件 各種各類都有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慢慢會衍生到學生之間 他們對蔣公的一些記憶是從哪裡來的 都是從祖父那邊來的 有的人還跟 有的人的爺爺還跟蔣公工作過這樣子 屬下都很多情緒 會透過這個蔣公同向的這個事件衍生出來 我覺得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功課 當時 後來到了最妙的是 到了最後一天 這個也是個事實 我的課最後一堂課 我們要回到那個同向 就眉頭的同向那個座位上去的時候 發現它不見了 連那個底座都被拆掉 幹嘛呢 因為陳水扁總統要來演講 剛好選到那個點 所以也是不勝唏嘘的 看到那個歷史的變化 那種過程 所以後來蔡國強找我做 金門碉堡的裝置藝術的時候 我第一個就覺得應該把蔣公請回去 在台北台灣島請一座蔣公團 我去挑了一個空間 剛好是823的那個炮台 當然那個炮口全部是對著大陸 所以很自然的一個想法 就覺得蔣公就應該站在那邊 然後又做了 用那個包閘傷口的紗布封住那個窗 它有一點螢幕的概念 可是又有一點傷痕的 傷口的概念 各種這種其實還蠻簡單的一些訊號 試圖放到裡面去 那整個如果你去參觀那個展覽 你從外觀來看 你覺得它其實是一個 那個碉堡的形 很像一個墳墓 又像一個墓碑 所以我其實聯想很多跟我們肉身 跟記憶 歷史 很多概念都想放到這個作品裡面去 事實上我沒有做太多的改變 我只做了剛才我說的 把那個砲台的口封起來 是用白紗布請了一座蔣公同鄉國去 站在那邊而已 但是我兩邊有一個槍截 大概是炮彈的收藏的房間 都是很牢固的 在兩億我就做了一些我個人的展覽 包括我把我影片河流的片段 投射在鐵窗上面 其實河流是跟身體非常有關 身體的不能自主 被命運所牽絆 另外一邊我演了 開幕的時候演了四場的劇場 舞台劇 其實是用了張愛玲的花雕 如果大家有讀張愛玲的小說 花雕是很特別的一篇小說 描寫一個少女如花似玉 一場病就沒了 就是那個身體的 也是不受控制的 一個主題的作品 所以整個把它包含在那個碉堡創作 當然大家對印象很深刻的 可能還是蔣公 站在那個勿忘再舉的那個島上 對 因為一般人或者是把蔣公的形象 作為一種威權的象徵 對 或者是從另外一面來講 可能作為妖魔的象徵 嗯 可是你那個呢 我想這個作品給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 是 所以 會 不管是認識不認識他這個人的歷史 是 都會感覺到那種 滄桑的 對 落寞 那感覺落寞的歷史 我覺得 對啊 我想偉人 我們大家心目中的 不管是偉人 什麼民族救星啊 當時這些口號 或者是您說的妖魔 各種 我都覺得說 這些人其實蠻獨特 可是如果你去探究他們內心 他也不就是一個 普通人 該有的情緒 他都會有 我是這樣想 所以 分派我一個這樣的空間 我就來做了一個 還是非常我個人 對人的一個解讀的一個作品 所以這個實際上在你 在中正大學做那個 蔣公項的研究之後 是 做的是吧 對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 很合理 一路這樣 從天沒一朵雲到 到中正大學到 對 碉堡